說到終端產品 剛除了大家提到這個輝達 能不能夠一人就全村之外 我們要請陳彥讓我們看 現在的這款遊戲 竟然靠著悟空一隻猴子 可以救整個PC產業 對 整個顯卡 還有板卡相關的個股 好像高了 今天就直接往上衝了 你看像清雲直接拉到漲停 華碩成績了很久 既然也創高了 包括立台的股價也上來 其實都是因為這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就爆紅了 然後全世界都在關注 黑神話悟空 連輝達 輝達是何等人物 他也來趁熱度 搞了一個飢餓行銷 他在他的官網上面寫什麼 旅行天命 悟空就是天命 因為他裡面有個角色 叫天命人 對不對 好 然後 陳彥有玩嗎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還沒買到遊戲 因為他官網說 只要我買了他的RTX 40系列 他就送我遊戲 對不對 結果我就說我一定要買 可是官網上面就一直寫 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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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發現 整個受到這個黑神話悟空的 這個遊戲銷售的影響 包括揮達的顯卡 不管是基本款還是高級款 尤其是這個4080 4090 這是高端顯卡 這是高端顯卡 大家一直在下單 為什麼 他裡面的光追 裡面的這些動作 實際上如果你要玩起來過癮 要流暢的話 你顯卡一定要等級要好 要不然你買這個遊戲 對不對 那有什麼意義 你電腦裡面不能只有顯卡 對 你還有CPU 大家突然發現說 Intel怎麼辦 大家開始去 因為他的晶片有問題 Intel的晶片出問題了 之前藍屏 什麼閃盪 對不對 你總不能玩遊戲玩到 我悟空的棒子正要揮下去的時候 我悟空怎麼不動了 因為當機 那Intel不行 那我找他對手買 他就大家都去買AMD的CPU 買超微的 連這一塊也衝起來了 他之前推7800X3D的晶片 現在短時間漲價 不是AMD自己要漲價 市場的需求直接推動 2300標到3000 因為供不應求 供不應求 那現在大家就在討論 討論Intel你 他說你這13 14這個 有穩定性的問題 你要降頻 才不會閃盪 那我問你 我降頻我怎麼玩遊戲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大家會覺得說 有這麼誇張嗎 你黑神話 悟空 不就是中國大陸做的遊戲嗎 但是我告訴各位 不得了 現在連美國人也玩悟空 玩到什麼程度 你看 我的同事剛剛告訴我 他明天要請病假 為什麼 因為為了玩遊戲 而且他還說服他 他同事還說服他說 我建議你也這樣做 我有看他們那個對話 超精采的 就直接這樣對話 就說我明天要請病假 那你要幹嘛 你生病了 沒有 我要玩遊戲 我建議你也這麼做 然後另外有一個 他說他已經準備好 一堆醫院的照片 為什麼 因為請假要用 還有人說你有沒有那個 檢驗那個COVID 以前那個叫什麼 檢測的那個 看有沒有這個疫情 然後他說 我陽性 突然之間 他很想要做檢測反應 他們都說中了悟空的毒 然後有一個老闆 直接崩潰 網友我寫 他直接 我看那個對話很好笑 他說我們老闆崩潰了 他說怎麼了 因為有十個初級安全員請假 直接請 四個請假 十個四個請假 十個人就有四個人請假 最好笑的是 發文那個說我也請 包括他自己都請假 就是為了要玩悟空 然後不只這樣 他們現在開始瘋狂的 在網路上買什麼 買西遊記 因為你要玩遊戲 你要懂 可是誠驗美國人 他們可以了解 因為裡面畢竟還有很多 中國元素 他們看得懂聽得懂 所以他們現在就想辦法 去買西遊記回來 因為你光這樣玩遊戲 你就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對不對 所以西遊記樂賣 樂賣 而且網友現在都還打卡 IG 在X上面打卡說 你看我買到了 我買到了什麼之類的 但很有趣 這一次有個現象級的 這個變化 就是說以前我們在講 譬如說悟空 孫悟空是一隻猴子 應該翻什麼 可能叫Monkey king之類的 好像King of monkeys之類的 對不對 或者是那個伸縮棒 或者是龍 我們一般都叫Dragon Dragon 可是他這次怎麼翻譯 悟空 你知道我甚至看到有一個人 他就直接用音譯這樣子翻過來 甚至有一個人在發文的時候 他在悟空後面寫ED ED 什麼意思 他變悟空了 你懂我意思嗎 太好笑了 然後不然你金箍棒 他就叫金箍棒 他直接這樣翻 直接翻 然後龍他也不再用Dragon 他用龍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一股風潮其實 串起來的速度 比我們想像的快 大純美國人在玩 讓我覺得很驚訝的是 陳彥北韓的民眾也在玩 當然我們講美國 你講北韓這個我等一下 大家一定會覺得怎麼可能 但我們先來看目前的狀況 美國 新加坡 泰國 加拿大巴西 義大利 12國是霸榜 就第一名 好厲害 這個銷售數字 其實有機會千萬 但是我目前所看到的 最新的預估 可能會衝到2000萬份 2000萬份 所以現在收入很高 26億人民幣對不對 好 那當然就有 遊戲就有分 一般來講遊戲就會有 什麼標準版 滑板對不對 一般的如果有玩遊戲 大概知道 他可能盒裝會稍微有些不同 或是盒子好一點 讓你有些收藏 大家現在還分實體豪華版 還有跟收藏版 什麼意思 他有這個 戴在頭上這個叫什麼 頸箍咒 對不對 然後他唸唸唸 頭會痛這個 對不對 然後還有整個模型的一個收藏 所以這個是很珍貴 可以賣到 光這個收藏版賣到 將近2000塊人民幣 將近2000塊人民幣 我相信 這個未來還會漲價 因為其實收藏版的 已經開始溢價了 你看 三千七四千 已經大家開始 就是說我也想要 我買不到 當然這當中 大家也開始趁熱度 也開始去思考說 因為你 我們講動畫 就是說你這個遊戲 其實是一個動畫的概念 你怎麼去捕捉那些動作 你怎麼做到那些動作 你是用演算法去做的嗎 不是 一定要有增生 這一位叫櫻凱 他花了四年的時間 然後每個月要花好幾天的時間 去拍那些動作 所以由這個增生去做出那些動作 對 就是像猴子的動作 棍子這些 像狗的這些動作 但他是真的學武術 而且他很會猴棍 就是他會真的去做這些動作 所以他隨著在這四年當中 這個也很不容易 花四年的時間 而且重點是他不只演 所以他們在四年前 就已經在用這款遊戲了 沒有 他就一直在累積 做這些事情 就開始在籌備 包括二郎神的表情是 王國豪傑 比如說眼睛要睜大什麼 但網友說 怎麼看起來有點奸詐 但我跟你講 你剛才講北韓對不對 這個都是世界各國 到處有人在玩那個 上線在玩那個遊戲 你注意看北韓只有一個 誰 誰敢玩 誰敢玩 而且他一定要贏 你到時候要注意 萬一他輸的話 看對手會不會被他轟炸 開玩笑 這個就是想也知道金正恩 對不對 但是他自己玩 還是叫人家帶玩不知道 但我一定是他 不然誰還能玩遊戲 所以太風靡了 真的 剛剛陳彥帶我們看到 悟空真的是掀起了這個旋風 而且PG族群真的已經很久 沒有遇到這麼夯的一個題材了 那麼剛剛陳彥也特別提到 為什麼大家會去買這些高階的顯卡 就是你的畫面 這麼好玩的遊戲 你一定要畫面是很流暢的 才做得到 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的民眾 是不是開始驚打 細算再過日子 我們要請教陳彥 以鼎太風來講 我們假日去是幾乎都是要排隊 而且等滿久的 結果他們現在竟然要撤出 在中國華北 以北京為首總共14家分店 嚴格講起來鼎太風 並不算是平民美食的價格 因為它的價位還是稍微高一點 所以過去在中國經濟成長力度 比較強的時候 確實生意也是相當不錯 但是它現在10月底之前 要關掉14家分店 北京 天津 這個都是一線城市 包含西安跟廈門 青島 這都算一線城市 等於整個華北就撤出了 有800多名的員工要備資錢 你知道很多店面的合約還沒到 一定要付委員金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撤出 它還要花台幣2.7億要善後 如果有錢賺為什麼不賺 為什麼要撤 所以其實有些董事是不贊同的 但是有些董事 他提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他們未來並不看好 中國大陸整個餐飲業的前景 最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有兩個 第一個外資大幅度的一個撤離 因為第一個我剛剛有講到 畢竟它的價位相對比較高一點 所以可能外企它的待遇 來吃這個相當好 第二個是整體消費的一個景氣 不看好 我覺得這個可能有很大的關係 你看它都已經進軍大陸20年了 對 所以這個我想也是 深思熟慮的結果 為什麼我要講整體消費的前景 有疑慮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 做的一個調查 它針對小微經營者 就小型企業 微型企業 第二季的營業收入跟利潤率 都較去年同期下滑 你知道做Q2就第二季 做一季 然後那個營業額是多少 52.65萬 你等於一個月多少 17 18萬 請問一下 你要不要付原物料 要不要付租金 通常小型微型 大概就是自己 其實可能沒有什麼員工 就自己 搞不好這樣扣一扣也賺不到錢 其實是很嚴重的 你看年減雖然是2% 可是表示整個營業是持續的在下滑 而且以現金流來講撐不到三個月 所以簡單來講 你就會說 如果你的現狀沒有改變的話 這樣的情況是很嚴重 所以第三季的信心指數 也從第二季的50 降到49.7了 也就是說現在消費信心 低於50的融庫線 真的是疲弱的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其實我跟你講人就是這樣 三不轉 路轉 我們想辦法來種植一些東西 最近有一個人 在中國浙江有一個網友 他就在他的社交平台 發布了一個蘋果 那蘋果上面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叫白色蘑菇 這就厲害了 蘋果上面長的白色蘑菇 這個煮火鍋的時候你可以加 這真的可以吃嗎 這個我不確定 因為我不是科研人士 坦白講我吃抱持這一個 我非常懷疑 因為你看他畫面上 蘋果上面有一個 看起來真的很像吃火鍋的時候 可以加的那個 真的有人想賣 那這個厲害 這個叫果菌網 因為很多 確實你用水果或什麼木 去培養出菌種出來 有人說什麼對身體好或什麼 這個我不曉得 這個我是自己亂講 但是現在掀起一股蜂巢 開始網友說 我奶粉上面也有 你不要講 我襪子也有 我也可以貢獻 他說米飯上面也有 然後真的有人就說 那我這個是不是可以 對科學有一些貢獻 因為我剛剛講 蘋果上面那個菇 真的有人寫信給他 說他想要跟他買 他想要做研究 這個不得了 所以很多網友 也開始往這個蜂巢 但我覺得說這個要三思 因為我們不曉得 他會帶來的影響 可是可見就是說 一點點小確幸 好像就給民眾 帶來一些些幸福感 這個是不是也要去看 這個是不是經濟 持續疲落下所 帶來那個副作用